位於新北市瑞芳的知名景點黃金博物館 介紹金瓜石礦業的歷史文化 吸引不少遊客參觀 但現在館內卻有大量的資產消失了 超過300件的館產通通找不到 一開始是在去年的9月 館方進行總盤點作業才發現這樣的狀況 後來陸續找回了30多件 這些東西都是行政用品 包含了辦公桌椅 沙發 櫃子 電器等等 據外界擔心的館藏 館方強調都有妥善保存 透過鑰匙 密碼 層層關卡保護 並沒有消失或被偷 館長說園區有7公頃 範圍廣大 歷年清點又都不確實 很多物品不見也沒有及時發現 加上人力流動率高 很多員工離職 相關的財產交集也都不清楚 導致這樣的漏洞越來越大 再來就是去年館方進行空間活化 辦公區域搬遷 後來館產消失 被懷疑是主管企圖以報廢的方式隱匿 甚至勾結協助搬遷的廠商 這部分文化局 政風處以及監委都進入調查 官方對此也強調沒有隱匿 都有向上通報 目前也會全力來配合調查 TVBS新聞流行為黃凱進新北市參謀道 TV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 中文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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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化效果